嗨 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生少年 歡迎來到台灣最神秘的51區 他... 看不懂是不是 歡迎來到核能研究所 其實核能研究所呢 它裡面的研究包含著核醫藥物 好比說癌症的放鬆性治療 甚至是再生性的能源 包含液材技術 跟智慧網形的微星技術 它都能夠南瓜大象 到核能研究所裡面 去發平跟發展 那我們今天為什麼要帶大家來到這邊呢 其實在裡面呢 有非常多的研發單位 跟非常多的科學家 而核能呢 跟焊接產業 又是一個非常息息相關的 所以今天呢 我們就帶他來進入 核能研究所的焊接實驗室 而說到底為什麼會有焊接實驗室呢 其實在原子能委員會 在當時創立的時候 在許多國外的機具啊 跟所有的機台 在組裝焊接在一起的時候 最容易受損 跟最容易損壞的地方 其實就是在 每個地方的零件跟零件之間的焊接處 而不管是從前到現在的 核醫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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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在裡面的每個基礎件呢 他在每個一年半 或者是到一年的之間 他會有一個在稅休的時期 像一般的員工一樣嘛 一般勞工總不能一直工作一直工作 機器也是要休息的 所以在機器在休息的時候呢 他們的一群專業人士呢 就會衝到現場裡面 然後去做大部分的 危安啊 保養啊 甚至是做一些 重新的焊接的焊導檢測啊 而當然核能安全這種東西呢 是一點點都不能夠去索協的 所以這群科學家呢 跟這群厲害的工程師呢 他們的很多的操作 跟很多的訓練 就是來自於當災害發生之前的預防 所有的機器在損耗之前 他們要讓他們做一個最健全的安檢 保障大家有冷氣碎 保障你有手機可以用 保障你家的電視可以看 這群厲害的博士呢 跟這群厲害的工程師呢 他們其實就是要冒著生命危險 跟冒著自己健康的危險 然後去衝到會面的現場 然後去為大家做 台灣所有電力的健康安全檢查 而所有許多高科技的研發呢 在普及於民間之前 其實都是從這些厲害的科學家 厲害的博士 他們裡面去寫出程式 或者是寫出一些新的物理原理 或者是寫出一些新的科學原理 而不斷去挑戰最新的高科技 而最後呢 普羅大眾回到民間 就像是早期的微波爐啊 像是我們現在焊接 從前也沒有膠質瘤焊接啊 這些東西都是來自於科學家的發明 而慢慢普及於民間 所以我們今天呢 會帶大家介紹的就是 核能研究所的焊接技術 還有包含了 我的左手邊呢 是核能反應爐 在我的右手邊呢 是生物屏蔽牆 而大家所現在看到的呢 就是在核山場裡面 一個重要部件的小模型 好 那這個小模型 跟核能有什麼樣的關係呢 而我們焊接到底 跟核能鎖有什麼樣的關聯呢 我們現在看到我左手邊 這個銀白色的部分 跟右手邊這個管路的部分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個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尖距啊 表面看起來是完好無缺 但是你用X-ray 或者是你用一些 飛波外的儀器去檢測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裡面 有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小的裂痕 那個裂痕小到像頭髮一樣 雖然這個裂痕呢 你在肉眼上面無法辨識出來 但是因為我們的左手邊 像剛剛說的四個核子反應爐 大量的水跟非常強的水 要往這邊右手邊去送 所以呢 這個小裂痕 當然不是在災難發生的時候 我們就才讓它去做修補 所以說當今天我們的機器發現了 就是上面有一個小小的小細紋 裂到比一個我們頭髮 還要再細小的時候 我們當然不能坐視不管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會派出就是修復任務 然後去在這個管面上 去進行負汗的動作 所以說在鏡頭前面 大家有看到這個銀白色的地方 全部都是用焊接去增加出來的 這個負汗的動作呢 當然就是包含了 就是要增加我們的管壁的厚度之外 而最重要的就是要確保 大家的用電安全跟防止和能的災害 不過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基本上重要的銀件 它是不可能會像薑子 三天兩頭褲褲褲褲的 不過為什麼要做薑子的動作呢 其實就是因為不怕一萬 只怕萬一嘛 雖然說它有可能就是幾千萬分之一的機率 不過大家應該也不希望 就是當它今天破掉了 或者是它今天漏水了 然後我們大家才這邊打開說明書 欸 這銀電是用這條是這麼多的耶 不對啦 你說不對 沒有啦 應該就是這條啦 不過這條你 這也不對啦 不怕不是耶 所以說呢 他們為什麼平常要搭一個這麼大的模型 去做人員的訓練 因為其實在真正的核電廠裡面 它的輻射值是非常高的 你的人體在核電廠裡面待了越久 你所受到的人體的輻射災害就越來越大 所以呢 當平常的時候 他們當然不能到現場 才會想說 啊 這個東西應該怎麼焊 嗯 這東西應該怎麼修 我覺得這個東西應該怎麼樣 而是平常的時候呢 就要利用模型 然後去做人員的訓練 然後跟到時候的災難應變 還有呢 在現場呢 去做一些焊道處理的時候呢 能夠更快速 然後更精準的把任務完成 然後趕快回家 保證你假 隨時有冷氣可以吹 保證你有手機可以玩 保證你有YouTube可以看 所以說呢 在正常的核電廠裡面呢 我是不可能站在這樣子的位置 通常我只要站在這個位置 大概幾分鐘之後 我應該好幾年 可以不用進核電廠裡面工作 而這些科學家呢 他們為了能夠精準 然後精確的去做任何修復的任務 所以他們呢 就會自己發明機器 讓機器去順著圓管 去照著你要的指定位置 在遠端用遙控設施 然後去控制焊接 這樣子才能夠避免 這些人受到輻射的災害 避免呢 就是因為人為的疏失 然後去造成害刀傷的殘傷 所以通常在焊接任務的時候呢 我們要經過這樣子的管子 摩擦摩擦 摩擦摩擦 所以呢 他們要在這個非常狹小的洞穴當中呢 趕快設定好你的機器蓄的夾具 夾完之後呢 然後再馬上 退回去 倒車 很容易 所以在核電廠的焊接呢 很常的時候 會是在一個非常狹角的管路間當中 它不像是以前我們和油管的時候 會拿一面鏡子 反向式的方式去焊接 所以在核電廠裡面呢 最常用到的就是像這種 自動式的軌道焊接 所以在我們就是自動焊接機上面 就是我們會調整不一樣的軌道啊 不一樣的參數啊 不一樣的火焰大小啊 或不一樣的擺動啊 然後去改變它的焊道 跟你所要去複看的厚度或程度 所以大家實看其實裡面 不管我們的系數 只要稍微調整一點不一樣 然後它裡面所呈現的焊道 就會不一樣 所以你到後面呢 你要做去做研磨整治的時候 它呈現的裡面的密度 也會有所差距 所以你看人生會轉彎 焊道也是會轉彎的 所以呢你只要是擁有 美國AWS焊接證照 或者是你只要有一些 官方國家級檢定考試的 就是焊接工 你都可以去跟核能研究所 一同研究研發 或者是成為他們的技術顧問 甚至就是可以跟他們 一起參與就是所有的 焊接修復人物 如果呢今天你有一些 焊接能力 甚至有一些 理學基礎的話 然後你可以去參與 很多科學研究 甚至去研發很多 新的高科技產物 那你就是國家裡面 非常重要的人才 像我們一樣 好啦就是這麼簡單 那我們現在來掌聲歡迎 曾經在核二廠 參加過修復任務的力波 來掌聲歡迎 來掌聲歡迎 李伯你身上有什麼 飛彈發射器嗎 沒有欸 沒有欸 那李伯我在你們剛剛實驗室裡面 有看到這麼多奇奇怪怪的裝備 我看到有一個 它是很像我們3D列印表機 它就很像是一種 金屬3D列印機 然後當時你們開發那樣的東西 是用在核電廠的什麼地方 主要是針對一些核能組件 它是相對是比較重要的一些組件 它當壞掉或者是產生故障的時候 那我們要做零件的更換 那更換的時候 這種零件要從國外進口 或者是要重新製造 非常的耗時間 那核電電廠 因為它一天不發電的話 那個影響就非常的大 所以我們希望說 透過這種3D的 這種金屬列印的這種技術 我們能夠把很快的 把我們要的這個零件 可以把它製造出來 所以像這種技術 它是不是也能夠用在很多 不管是 傳滋液 或者是流體滴血的開發 就是當時如果想要只是扇液 相差一度 因為其實扇液差一度差兩度 它的流動性跟傳輸性就會差非常多 那你就不需要一顆一顆原料 做CNC 或一顆一顆原料 然後去重新打磨然後翻殺 它就可以直接用電腦 調完一個角度 科學家就可以用這樣 不同的角度 然後去換算出它的傳輸能力 跟它的質量 對 這樣的話時間上可以省 然後而且它做的一般人 大概沒有辦法看出那一種形狀來 它是透過這個機器 以及我們電腦 直接把這個所有參數都計算好了 讓機器人直接把它製造出來 這樣的話就可以達到我們的要求 所以它的好處就是 除了可以縮短以前 我們不用翻殺拖辣的時間 然後還有可以增加就是研發的速度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不用被老外恐嚇 對啊沒錯沒錯 好那我們就馬上來帶大家如何進行3D列印 所以其實像合研所呢 有非常多高科技的人才 然後像現在大家鏡頭看到的這個東西 其實就是余波它的專利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用TIG 然後去做複翰的動作 而這位就是余波 好 開始吧 然後這個螢幕上面就是有它的 X軸跟Y軸的軌跡 然後全部這樣子走 走完這個順序 然後就一段一段一段 然後把它越點越好 它現在的動作就是 後面有個風扇在幫它降溫 金屬啊 它在經過焊接的時候 會因為熱脹冷縮嘛 然後為了要減少它的變形程度 所以它通常會等到金屬的冷卻 所以我們在我們 復焊到第二次跟第三次之後呢 短短五分鐘的時間裡面 然後它就會從一個平面 然後慢慢堆疊堆疊堆疊 變成立體的東西 所以這個立體的東西呢 它就能夠拿來開發多 非常多的部品啊 不管是零件啊 還是研發各種新的東西 或新的器材啊 所以你現在看到它的一體裝置呢 跟它的軟體技術呢 它其實就是從核能研究所裡面去研發出來的 這些技術呢 它從一般的商用 甚至到民用 最後回到普通大洞的身上 它有一天 可能每個家裡面 都有一個金屬的3D電印機呢 造福人群 當然富汗的技術呢 除了用TIG的雅氣焊接之外 它也很常會用在CO2的機械手臂上 就像這樣 我們在CAD的軟體裡面 把這個螺旋槳的樣子做出來 那這個頁片的話 之後呢 我們要整理成 像類似像這樣子 那一道一道的焊接 堆疊起來的 每一道都要把它算出來 最後是得到我們要知道的這一部分 那之後呢 我們再透過軟體 把它轉換成程式 就類似像這個樣子 那把這一部分的程式 丟到我們的機器手臂裡面 那它就會造這個程式 一個一個字 就把它堆疊出來 好 好我們當它冷卻完成之後呢 它就會是長成像這個樣子 所以呢不管是你在傳講的開發 或者是其實你有什麼樣奇奇怪怪的構想 甚至在工業設計上面 因為通常以前我們甚至想要 換一個傳講的一點點角度 你都要重新去開發 或者做CNC的製作 有像這樣子 類似金屬3D列印的技術呢 就是你要調整一度 還是調整五度 你只要需要在電腦上改一下 它就可以馬上印出來了 它就可以減少你非常多的時間 甚至是從國外的船班 慢慢運運運運運運 運兩三個月 運到台灣的時間 那這套系統呢 就是剛剛跟我們參與 就是和二場修復任務的 李博士他們的團隊所製造設計 所以當它列印好了之後呢 你只要經過簡單的打磨之後 它就變成像這樣子 那經過快速的打磨之後呢 它就變成一個非常非常亮的完成品了 所以在經過這種 3D的金屬列印的方式呢 它其實可以減少非常多的材料耗損 然後甚至能夠減短工時 然後再來最重要的就是 它能用在大型多樣性的少量產品上面 所以如果當天你要研發 明天你又想要想到一個新的 後天你又想到一個更新的東西 你就非常適合用這種 3D列印的方式 然後直接做成成品 它不用經過翻擦鑄造 它只需要簡單的研磨技巧就可以了 那如何能夠快速的 把研磨技術一次到位呢 我們接下來會拍一集 就是有關於研磨的所有產品 跟研磨的方式 然後來好好教大家 所以請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而核能所呢 它隨著實在演進呢 它在高科技領域之下的發展 就是日新月異 所以它也把很多高科技的發展的技術 然後一路變成民用 一路變成商用 所以當然啦 這些3D列印技術 它可以做出非常多的東西 只要你擁有想像力 歡迎任何有想法的工廠 或任何有想法的設計師 你都可以到核能研究所 來跟他們交流交流 那我們最後在娛樂隊掌聲感謝李博 耶 謝謝李博 謝謝李博師 感謝李博師 所以各位朋友 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核能所的開箱 還是核能所更多的技術 都歡迎在你們的下方 就可以告訴我們 你想要看到什麼樣的核能所的小秘密 好 這裡是超人3少年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步 拜步 謝謝李博 謝謝 李博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個喔 這是我國最高端的機密設備 好嗎